日本人他们吃的鰻鱼大量的是从台湾进口的 而且全台湾一年的出口量就破了2000吨 产值高达200亿元 接下来东森财经新闻要独家带您直击的 就是全台湾最大的鰻鱼出口厂 凌晨两点钟台湾最大的鰻鱼包装厂开始运作 黑溜溜一只只瓦跳跳在水池里 窜来窜去由人工筛选作大小分类 熟能生巧抓住就会了 一般人肉眼根本看不出差异 不过师傅开眼摸一下直接分等 一公斤五尾是最高等级 其中最肥美的是高等蛮 占了60%是最大宗 师傅一个个把冰块放到水池里 大力敲碎水温瞬间从25度降到10度C 因为外销活满的秘诀就在于 用低温让鰻鱼冷静下来 已经进入冬眠状态的鰻鱼是动也不动 而记者可以轻松地抓起一只来 而这些都是要准备送往日本的新鲜鰻鱼 加紧脚步把鰻鱼捞起 加入少许冰块冲入氧气 包装技术动作要快 才能让鰻鱼存活至少24小时 一箱箱鲜活鰻鱼经输送袋放到货车上头 准备搭飞机飞往日本雨田 台湾一年200亿的鰻鱼产值95%外销日本 而这间台湾最大年出口约1000吨的鰻鱼工厂 全靠鰻鱼大王的外销功力 38岁的老板15年前 摆摊卖鰻鱼做起 从抓鰻苗养蛮到贩卖出口 一条龙是货真价实的鰻鱼人 不过去年一尾鰻苗价格飙升到200块钱 今年却剩下20元 鰻苗的风险老板冒险承担 老板一周三天都要在凌晨准备鰻出口工作 日夜颠倒养成老板的鰻鱼好功夫 基本上为什么会养在中部以南 天气热一点 它的养殖的经济效应会比较高 说得一口好鰻鱼 一条条火蹦乱跳的嫩鰻 成就台湾上百亿的鰻鱼商机 东森财经新闻大象亿何昆元 桃圆报导